大家好,歡迎回到曼聯花生台,繼續有我水哥在講播 最後衝刺,轉會槍最後,新組終於搞定了,成功放手到 不過整個過程都幾曲折,一會後會詳細少少跟大家講 這裡也報了,烏加迪,玩了整個夏天的一個轉會 終於去到現在都官宣了,烏加迪正式加盟曼聯 在官宣的Statement上,我們的體育總監安斯和夫有講 烏加迪是現今世界球壇之中,搶球能力最好的中場球員之一 而他在之前效率的球會和國際層面都已經證明了自己 安斯和夫都說了,烏加迪真是曼聯金的夏天已經一早鎖定的目標來 看看他接下來實際上場之後,看看他的搶球能力是否真的那麼厲害 不過因為註冊不及的原因,烏加迪來這場對利物浦據說就不能踢到 大家就等一等,等半個月之後,國際賽期之後就可以看到他上陣 好了,之後講到大家都很關注的新組的一宗轉會 剛剛最新凌晨時分,各大記者都報了,新組已經確定 V先借後買斷的形式,轉會去車路士 剛剛講到在轉會槍的最後一天,都放走這位 國深一早就不在曼聯球員 其實之前都一直有說,新組借他當夢入回來之後 整個IG是一張照片,甚至連一句介紹自己曼聯球員的文字都沒有 他整個態度是怎樣呢?其實一早都已經告訴全世界他就想走 好,說回新組在曼聯這幾年,表現有多少場令大家留下深入印象就真的沒什麼 而我更記得的是,反而是他比賽中不落力,五五球縮腳那些 還有前一季世界杯連,他沒有份去踢 但因為心理問題,要在賽季進行中期間,缺陣了一段不短的時間 在職業球員之中就真的好少好少見 我自己看了二十多年,都好像未聽過曼聯陣中有試過這樣的Case 不是因為傷患原因,而在季賽中要缺陣這麼久 另外還有,數了,新組的遲到問題,還有紀律問題,又是人所共知 還有最慘的是,他又沒有表現,又問題多多,還有人工超貴 真是一個好棘手的問題 終於現在都解決了,其實我都鬆了一口氣 不知道新組去到車仔會不會翻山,會不會大爆發 或者會不會對曼聯入球的話就在剷草 但這些都不是現在應該擴焦的問題 現在應該想的是,終於清酒做了這麼多事 又表現幫不到手的球員,應該就是值得高興 看新組成功放去給車路士的過程 中間其實又發生了很多事 先是,坦達其實在早半天之前,即是昨天的賽前記者會還在說 坦達還說,預期新組就會留下 即是之後不足半天的時間之內 整單交易突然進展到可以傾成了 當中我就猜,我猜應該是新組堅持要走 而車仔又肯接受強制買斷的條款 這件事就即時推進得很快 期間,都有傳過車仔有上offer另一個球員來交換 今次就做卓股尾卡 但最後我見現在報出來,純粹先借後強制買斷 就沒有涉及其他球員 即是甚麼史達寧、捷維爾 以及最新港的卓股尾卡都沒有involve 是純粹我們這邊放了新組過去 至於價錢上,至至我錄音的這一刻為止 我見大家記者報出來,就說只是25M的英鎊 好像便宜了些 而車仔跟曼聯之前盛傳 一直要求的大約40M的價錢都是好一段距離 以及曼聯三年前的買入價真的蝕到入獄 不過同時又要考慮新組的人工很貴 不如現在這樣純粹推舟 要車仔之後強制買斷的話 曼聯要至少再給多半季人工 還要去到不知一月,會不會更難找買家 真的在權衡利弊之後,蝕就蝕了 是看你蝕多少 以及是看想不想盡快指示 唯有強制買斷價才能談到25M 老實說,這個價肯定低了 但考慮了之前所講的那麼多因素 而且已經談到最後一天 就已經在沒空間慢慢去談和去齊 已經既成事實,沒辦法 唯有當是清理前朝流下來的麻煩事 當是虧些少,清走些魚血 接下來的這一節 都想跟大家講講歐八抽籤 都抽好了,跟歐聯一樣 今季都會大改革 變成36隊聯賽式賽制 每隊會分別在每個種子組別球隊中抽兩隊來打 第一個Stage一共要踢八場球 包括四場主場和四場作客 而曼聯的對手都抽好了 包括有 加拉斯哥流浪 波圖 彭奈典奈高斯 費倫巴士 穿迪等等 當中的焦點之一 見一抽完籤大家都有講 就是會對回由前主帥 摩連奴帶到的費倫巴士 而他們陣中還有剛剛最新比賽中 但沒有連中三元的前曼聯球員費特 還有Online but最新都是去費倫巴士 即是很多熟悉的面孔,又會見面 希望歐巴的球就不要那麼悶 之前看過那些真的看得睡著 現在新賽制,全部球隊要好像玩聯賽一樣 欠頭八才可以直接進級16強 這個影響和變化會是怎樣呢? 會不會令到比賽去到最後幾場 會更加緊張,會爭得更刺激呢? 就要看過才知道 好了,今集的內容就帶我到這裏 大家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留言和SHARE 還有支持我可以加入Patreon 或者將Youtube圈圈都可以 感謝支持 好了,我們下條片再見